1999年2月的巴黎 寒冷的清晨丝毫挡不住19岁单身少年苏利文的那颗火热的心 他穿过数条街道去为15岁的女友卡米尔买了一朵玫瑰 卡米尔赤着身子躺在床上等待着他的到来 初恋的滋味让这个尚在懵懂的女孩品尝到爱情青涩的味道 在夏日的阳光下 卡米尔带着苏利文在街头为他挑选的草帽 一同前往乡下的老房子 欢度属于他们的二人世界 青春就如同一首歌唱响在田野间 他们的爱是那么的毫无保留 卡米尔喜欢依偎在苏利文的身边 其实两人吵架后 卡米尔都会像一只受伤的小鸟寻求苏利文的安慰 可是男儿志在四方 苏利文决定要到遥远的南美闯一闯 并承诺十个月后就会返回 苏利文终究还是义无反顾的走了 而卡米尔只能一心等待着心中的那个他 迫不及待的阅读着他寄来的每一封信 在地图上细细标记着他游行的足迹 苏利文仍旧是他的全部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苏利文离他承诺回来的日子也越来越近 但卡米尔却收到了苏利文的最后一封信 信上写道 我每天都觉得自己离巴黎的生活越来越远 我沉醉于寻找那种乌托邦式的静迷之中 努力寻找真正的自我和梦想 我吻着别人时都会想你 或许我爱你 但我希望你消失在我的生活中 那只是一个虚幻的梦 以前的约定也只剩下一具空壳 此时的卡米尔早已默默地哭成了泪人 属在身边的父亲安慰着说 一切还是要向前看 卡米尔剪掉了他喜欢的长发 在此后的四年里 他变得干练成熟 沉醉于他的建筑设计当中 而在人群中 他又邂逅了他的建筑导师劳伦兹 一个对生活充满激情的中年男子 他如同一束微光照进了他黑暗的心 能够读懂他的寂寞与孤独 卡米尔的生活也渐渐重回正轨 然而在公交车上 卡米尔偶遇了苏利文的母亲 这才得知苏利文已经回来了 当卡米尔与苏利文再一次联系见面后 他发觉他仍旧深深爱着他 几年的时光并未在苏利文身上发生任何变化 彼此间还深深眷恋对方身上的味道 再次抛盖一切相拥做爱 卡米尔从来没有忘记过他对苏利文的爱 他送给了苏利文一副男人抱着小孩的彩话 以此表明自己想要和苏利文组建家庭 但苏利文终究还是走了 他明白即使两人赤身相拥 却也抵不过心中的距离 他又留给了卡米尔一封信 信上写道 卡米尔 枕边睡着别人却梦到了你 你盼着我们结婚生子 我怎么能不想呢 我要离开你 因为现在符合太迟了 我不知道如何承受这难以掌控的爱情 希望再次遇见你的那一天 我们都能更自由 更成熟 让这份爱更值得 看完信后的卡米尔潸然位下 当他再次来到当年度假的那个地方 身边早已无始人非 眼神中充满了喜悦 在青春里 我们总是可以任性和随意的去追逐 也许没有人愿意放弃青春的美好 即便追逐的过程充满着伤痛 正是这份即使疼痛也无法改变的执着 造就了青春的美好 再见 初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